我们讲冲动是魔鬼 这放在孕妇身上那就更不得了 因为她有孕在身 谁也不敢惹 那就随着孕妇自己肆意妄为了 这不就重庆有一个孕妇 在婚纱店里面拿着剪刀狂剪那些婚纱 这肯定是出有因 原来这女孩本来订了结婚 婚期又一再推迟 推迟之后又不幸怀孕 不小心怀孕 怀孕就导致婚礼无法举行 婚礼无法举行 当初定下的婚纱又肯定穿不下了 这女孩跟店家交涉的过程当中 店家当然比较强硬 这所有人不在我 错不在我是吧 三千块钱定金收不回 我们给你改成宝宝宴 百日宴的时候你再穿也行 人家就感觉这个店家态度太强硬了 气不过拿着剪刀哗哗剪完了 做完之后是挺后悔的 但是谁家有这样的媳妇 这是谁自己抱回去吧 炸开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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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